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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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为女神 于是 相传美貌基因 以及优渥的家庭背景 还有得天独厚的社会地位加持下 腾前斋 打从出生起 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就连电视台都纷纷出动 为这位百年难遇的美少年 拍摄成长纪录片 这一拍就是整整十年 但也正是这些宝贵的资料 让这个奋斗在传承文化第一线的少年 不至于被各路偶像明星们所埋没 谁能想到 这个奶声奶气叫着干巴爹 还忍不住打哈欠的奶团子 会在将来长成妖孽的美少年呢 2007年 未满三岁的腾前斋 被爷爷推至公众面前 这也是他首次登上舞台 虽然还是个奶娃娃 但是听到后台的配乐响起之后 他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蹦蹦跳跳 不懂行的观众只会觉得 这个肉乎乎的小娃娃真可爱 但放在歌舞伎传人的爷爷眼里 孙子的表演天赋 足以让他惊为天人 因为小小年纪的腾前斋 此时还未接受过专业的培训 而他却能有样学样 主动挑起劝进账中的六方五步 从此以后 腾前家的老爷子开始手把手教学 发誓要让孙子把家族视野发扬光大 事实证明 爷爷的心血没有白费 从懂事起就明白 自己肩服重担的腾前斋 在别的同龄人 还躲在妈妈怀里撒娇的时候 就主动提出 要出剧院观摩爷爷和父亲的排练 不仅如此 在话还讲不清的年纪 他就穿上了笨重的演出服 前去排练场报道 养成一位优秀的歌舞技演员 并不容易 即便藤尖斋天赋异禀 也还是吃过不少苦头 就在他刚满六岁的时候 为了和父亲一起登台表演狮子舞 这位贵公子 舞得不戴上比自己还高的头套 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舞步 只为做出行云流水 又不失美感的动作 即便因为笨重的头套 不胜半岛 他也咬牙坚持 任由汗水 竟失每一根头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正式演出那天 半人高的藤尖斋 出色地完成了表演 同时也赢得了观众们的满堂喝彩 努力 在藤尖斋身上 绝对不是偶然事件 而是每天的必修课 正因如此 他才能在十四岁那年 与爷爷和父亲同时熄名 这对任何一位歌舞界演员来说 都是极高的荣耀 藤尖斋做到了 如果能嫁给出身富贵 还外貌优越的第一贵公子 你愿意无限度忍受丈夫出轨吗 这个狗血至极的灵魂拷问 不再是霸道总裁小娇妻的专属 而是全体亚洲少女 正在面临的问题 至于少女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梦中情人 藤尖斋 这个出自于艺术世家的角色少年 是明明能够靠脸之范 却偏偏要靠才华的天之骄子 只是表面风光的贵公子 也曾因为父亲的投色新闻 沦为全日本的笑柄 2003年 藤尖斋的父亲 藤尖赵勋 与高中同学 关元子 也就是小斋的母亲 结为夫妻 但两人的结合 并非是初恋修成正果 甚至都不是源于爱情 因为当时的藤尖赵勋 已经心有所属 甚至还传出 他在18岁那年 就已经与心爱的女孩 诞下了爱情的结晶 后来 会和关元子缔结婚姻关系 一是因为 他同样出自名门 可以和堂堂艺术世家 门当户对 其二 在与他温柔好拿捏 而且履历干净 是豪门最理想的媳妇人选 至于传言 世真世家 生有待商榷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若想嫁进藤尖 这样的歌舞技世家 就意味着女方 将会失去所有的自主权 诚如藤尖斋的母亲一样 婚前的她 是一位兢兢业业的白领 有着自己的一番事业 但是自从嫁给藤尖赵勋之后 她不得不辞去工作 转行当全职太太 从此只为丈夫和儿子作活 同时也因为老公和孩子 都是传承文化的演员 所以身体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而这也就意味着 原子要承担起家里 所有的大小事物 但更令人窒息的是 即便歌舞技老公出轨 作为妻子 也只能打断牙 往肚子里吞 甚至还要和老公 一同出面向公众道歉 只因为歌舞技在日本的社会地位 极其的高 若妻子提出离婚 会被日本人民所托弃 这并非是外界的无端揣测 而是一位名叫做三田宽子的 歌舞技夫人的血泪使 不过 即便你愿意接受这一切荒唐 也做不上藤尖夫人的宝座 因为 这个位置只对本资国国民开放 因为 从07年初登场以后 每每有他的现照都会引发言之辩论 关键点基本就围绕着 这位日本第一美少年到底长残了吗 当然 之所以总爱投论 还是因为 他小时候实在是太惊艳了 就说证件照拍这么端正的 真的很少 日常照也过分的卡哇伊 他独特的眉眼 画上舞台 特殊扮想之后更是俊效 甚至女装都不再怕 如此清秀的长相和古典的气质 自然是让人过目不忘 他早早的就表现出了 对戏剧表演的兴趣 从小就会拿妈妈的口红 化西装 两岁时 就围着围巾 练习歌舞技表演 连狮子 慢慢长大后 穿着道具一起练习 连狮子并不是简单的甩头 需要将长长的狮毛 甩出漂亮的弧线 掌握技巧也并不是一时 四岁时就登台演出 长到六岁时 狮毛变长 经常甩着甩着 就甩了一个大跟头 而学习表演 不仅仅是学习技巧 还非常的注重礼仪 即便是摔跟斗摔疼了 也都在动作结束之后 才可以躲进爸爸的怀里哭 瞧着可怜巴巴的样子 但经过不懈的努力 六岁时再登场的他 已经是威风凌凌的小狮子了 还不断挑战各种角色 十一岁时 父子联合出演的连狮子 更是展现出了 他在表演上的成长与蜕变 步入青春期之后 他要努力克服 变身给表演带来的困扰 声音难以控制 表演效果达不到语气 模样上也从奶团子 长成了绝美少年 但是他仍然有着渴望的角色 希望能够出演剧目 《全境账》中的变庆 并且励志挑战 曾曾祖父出演变庆 1600回的记录 也想用这种方式 去传承这个家族 世代守护的角色 对此 爷爷表示 有些无语 但还是很欣慰 均负着文化传承的责任 更保有着对事业的热爱 他大部分精力 都奉献给了歌舞伎表演 闲暇时喜欢画画 画的也多是 歌舞伎剧目中的角色 除了本职工作之外 随着知名度的上升 他也屡屡受邀 参与杂志拍摄 推广歌舞伎表演 还成为了一类man 杂志最年轻的封面男主 不过夸张的时尚造型 也让他不少被质疑 颜值忽高忽低 有时候让人直呼 青帅哥远离游头 有时候又想问 这是怎么了 听说是因为喜欢 迈克尔杰克逊 所以留了个同款的 发型致敬 但是很明显 不太适合 而且他的小碎牙 也急需一生矫正 侧颜还有点像 咸甜讲灰 私下里也是清清爽爽 说到底 这位全日本围观 长大的小帅哥 今年不过15岁 未来的路还很长远 而且 从发展方向来看 他到底有没有长崩 其实对于各5G表演影响 并不是很大 专业水准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